創下剛剛看到烏克蘭的局勢一觸即發 所以國際油價直接看到90塊美元整數關卡的同時 柯頓現在非常擔心台灣的局勢 是的 現在烏克蘭其實越來越緊張 習近平會不會趁機見縫插針 也是全世界很關切的 可是美國開始有一種新的聲音出來 是說烏克蘭不會是台灣 台灣比烏克蘭重要太多太多了 這個是柯頓特別在福斯訪問他的時候 特別提到說 中國對美國的威脅比俄羅斯對美國的威脅 大了太多太多了 所以台灣比烏克蘭重要 台灣不會是烏克蘭 而且認為說因為台灣這麼重要 所以現在美國在烏克蘭那邊 外交上的協助 武器上的提供 還有各種軍事上的幫助 財政上的幫助 都應該等同立刻的給台灣 因為台灣在重要了 所以是不是我們也可以馬上得到 90噸的武器直接運過來 包含標槍飛彈 顯然柯頓是有這樣一個認為 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應該要更強硬 而且現在在此時此刻 美國的參眾兩院正在推動 武裝台北的台灣法案 裡面從2023年一直到2027年 每年30億美金 由美國主動提供 提升我們的不對稱戰力 所以顯然也是在表示說 美國認為這個法案應該要快速的推過 而且美國現在在眾議院審議裡面 還有一件事情竟然也跟台灣太重要有關 那個是他們在推的是 2022美國競爭法案 裡面最主要的核心是要談什麼 美國的520億美金 怎麼去協助讓美國的半導體能夠升級 能夠扎根 可是裡面裴洛西也是說白宮認為說 應該是很快的可以通過 裡面竟然加了一件事情 特別提到台灣 因為台灣的半導體也很重要 所以他們認為說 應該要求國務卿布林肯 主動的來跟台灣進行溝通 把我們駐美國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這樣一個地方直接改名 就叫做台灣代表處 讓台灣能夠證明一下 而現在美國的很多聲浪 開始要討論這個問題是認為說 先前講說 台灣和烏克蘭是一樣的 認為說這是不對的說法 所以美國重要的國際政治戰略專家 叫做布蘭默的 還特別寫了一篇文章 他的標題就叫做 台灣不是烏克蘭 對俄羅斯讓步 不等於允許中國入侵台海 他反駁說 現在美國很多媒體界 包含一些學者像福山這些人 都認為說 拜登在阿富汗的軟弱和退讓 讓普丁認為說 拜登可能在烏克蘭那邊 會對俄羅斯開綠燈 然後如果說 現在拜登又對在烏克蘭那邊 讓普丁開了綠燈 習近平就會認為說 以拜登的軟弱 所以在台海這邊也可能開綠燈 他說這是完全不對的 這一個說法 完全錯的一個認知 他說台灣和烏克蘭呢 相比起來完全的是不一樣的 因為呢 整個狀況是 頂多有相同的地方就是 俄羅斯認為烏克蘭是他的一部分 中國宣稱台灣是他的一部分 他認為其他的烏克蘭 完全不能跟台灣比 第一個呢 台灣呢 是屬於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 那烏克蘭再怎麼樣呢 頂多也只能算是次要的一個利益 所以對美國來講台灣太重要了 因為台灣是進步的工業國家 有堅強的民主價值 有半導體的一個先進的生產能力 而烏克蘭呢 政權脆弱 政經脆弱 有嚴重的貪腐問題 和美國呢 的軍事上的價值都不如台灣重要 台灣雖然是美國的非條約夥伴 但是對美國的價值是獨一無二的 美國沒有能力保護烏克蘭 但是不代表說美國不應該去保護台灣 因為如果台灣沒有被保護過來 他說形容實事 美國就等於被打斷了腳踝 美國走都不能走了 而這樣一個觀念 而且他認為說就算烏克蘭失去了 其實對北約對歐洲的一個威脅 都沒有台灣重要 而事實上呢 而且美國國會今天事實上在推2022美國競爭法 這個美國競爭法最重要的核心 要捍衛科技競爭 那特別是半導體的競爭 然後另外一個矛頭對象直接對著中國 科技競爭法裡面也是要拉高這個技術的門檻 讓中國不能取得更多的先進 而這裡面的核心地步 所以他們會怎麼講說 台灣是美國的重要的一個利益 而既然如此呢 除了武裝台灣之外 也應該的就是讓台灣正名化 所以台北文化辦事室變成是台灣的一個狀況 而強生呢 英國的強生也特別講說 認為中國的軍軍到台呢 無助於區域穩定 而在此時此刻呢 整個賴清德已經到達了宏多拉斯 到了宏多拉斯之後 也跟宏多拉斯的副總統 李維拉親自接機 然後他在飯店裡面呢 也進行了外交的狀況 跟貝里斯的總理 現行了一個雙邊會談 當然他後面到底會不會跟 那個美國的副總統呢 有見面 賀錦麗有見面 有會晤 那個狀況還不知道 但是呢就不會有正式會談 有沒有不期然而遇 還要繼續的觀察 而在這過程中裡面 整個賴清德在美國那個短短的12個小時裡面 見到了17個以上跨黨派的議員 而柯磊清德非常清楚的講說 台灣是個國家 那當然這種話出來之後 國台辦就很生氣說 台獨是絕入 希望美國不要誤判其事